在新北市方面的一直以来 好像大家都认为说 蓝颖就是要力推朱立伦副院长出来的角色 所以朱立伦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新北市 已成定局吗 我觉得不能说定局 因为还是那个哲学 顺序外面 但是态势非常明显 态势非常明显 态势非常明显指什么意思 态势非常明显就是他参选新北市 你们支持他是因为 因为目前就跟胡市长一样 他在民调上是最领先的 最领先的 而且他在新北市这一作证的话 我觉得新北市这个局就很稳 就是我讲的 这个务势敌制不来了 似乎有以待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秘书长我一直反问到现在 才发现您只有对朱立伦挑战新北市的成功的一面 是比较持这个肯定的说法的 就是其他的你可能都会说要观察一下或什么 可是您认为说如果朱立伦副院长愿意出来的话 是可以帮国民党拿下新北市 好像比较肯定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顺习万变 顺习万变当中 对对 但是他在这边至少在 因为大家我讲话是很实际的在讲 因为苏尊昌先生跟朱立伦先生在新北市以前做的民调中间是旗鼓相当 那现在苏尊昌先生选择去新北市了 去台北市 对不对 所以新北市在目前民调上看来 他是这个领先对手是有一些距离 但是顺习万变 很多人在康开始领先的时候到后面也被追上很多游客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 OK好 不过你刚才把这个朱立伦先生跟胡志强先生相提并论 因为就说他们在各自的民调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但他们两位起码有一点不同 我认为胡志强市长他是有意愿 他就是要挑战大台中的市长 可是朱立伦先生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的意愿很低呢 一直到现在迟迟不表态 而且呢在周周习伟县长宣布他要弃选新北市的时候 还出现了立法院恍神做错位置的这种情势 还被媒体的这个报道了一下 你觉得为什么他意愿 我觉得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尊重党的安排啊 对不对 这个意愿已经很清楚了嘛 那我们是一定要走过这个提名的机制这个方式 所以他恍神跟这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要赶快脚步加快 把整个提名过程确定 因为秘书长现在有一个副作用出来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新北市台北县的泄民 我会觉得说我们都给你高的民调了 你的国民党也觉得说你应该要推你出来 为什么你在言语当中还如此之保留 你是看不起我们台北县民吗 你说会不会是后一人 对所以我要 赶快加紧脚步 一定要把这提名机制 这边赶快在五都同时进行协调 今天我们胡市长是动作非常快 昨天下午才通过 今天上午 那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互动 互动 也很了解 所以未来几天我一定会加快脚步 所以我以前讲过 越快越好 可是你要看到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为止 他们也没有真正宣布 因为苏贞昌现在也是个人的意识表达 而且他个人的意识表达出来 相比之下 他还没有党秘书长的陪同出台的记者会 所以我们还比他更能够表现出 我们的步伐的整齐跟一致 是的 秘书长因为在苏贞昌先生宣布 要直接挑战台北市的市长之后 有人就说 既然苏贞昌不选新北市了 那是不是国民党还是一定要推朱立伦来迎战这一局呢 您会觉得这会影响到国民党原先在这个地方的布局吗 我说过这个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态势明显 苏贞论一定要出来 没有 这个政治 我讲顺习万变 但是目前的态势非常明显 换句话讲 你要问我的话 我永远不可能给你百分之百的答案 因为我的逻辑就是政治随时前面一寸都是黑暗 这不是今天才讲 我大概 你很早认识我 大概我以前谈到都是这样一个答案 这个是不是我在逃避你的问题 那是我根据我的原则在做的 我的经验里面判断也是这个样子 OK 好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周协委县长呢 在之前呢就是表示说 他要这个放弃参选这个新北市 那么那几天的媒体呢 包括呢 事实上他个人也表达了 就是说好像对于这个党内啊 好像他父辈受敌啊 对不对 其实他言谈当中是有一些委屈跟不平的 你觉得这委屈跟不平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我特别出来诚心就是说 我做一个协调者 我绝对不是一个放话的人 而且我跟他之间互信度应该够 我跟他以前没有很熟的互动 我也知道他早期对党中央有一些怨言跟不满 但自从我担任秘书长之后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互动 是在高度的互信基础之下做的 但你要知道接触到后面的时候 知道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放话的可能性就会出现 对 这是我讲说国民党要改革中间 其实国民党的放话的文化 也是我们要改革的目标之一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他跟我之间的互信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也透过马总统跟他提过 就是说我们尽快找时间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还是要在会面谈一谈 未来他如果不进行连任 后面的布局 他扮演的角色 他要怎么样的协助 朱立伦先生吗 我们所提名的候选人 怎么样来互相的配合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来谈的问题 OK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您还会在约访这个周锡维县长 那连同这个马主席可能也是在跟他谈 重点是说 他怎么样去辅选这个人选 不是辅选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想法 因为从他宣布之后 他想法他就是很无奈的宣布退选 因为我从他辅选之后 宣布我在辅选的过程中 在他宣布他不进选连任之后 我们还没有机会 坐下来直接面对面谈他的想法 所以我会尽快做这个工作 金秘区长 在他宣布了退选之后 你们两位通过电话了没有 就是那一段时间是三二七 我说结束之后 我一定会开始进行 今天这个才结束几天 是不是 这个上个礼拜六 上礼拜六才投票完 今天是礼拜三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开始进行这个工作 就是说你们两位在周锡维县长宣布退选之后 都还没有 连电话都还没有通过 那你说你们两位的互动很好 互信很好 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矛盾 我现在是透过总统 希望因为他说每次跟我见完面 就有人会去放话 那因为我见面 我跟他见面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他说他不要害了我 所以我说我们的互信基础在这里 他说他不要害了我 我看他也公开的在电视上讲 说我们两人之间 他觉得我是不错的人 在电视上至少我听到 他表示他还是信任我 那我作为协调者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协调很多地方成功 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心 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角度 来做这个协调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告一个段落了 这两天你看我今天忙胡市长 对不对我们才确定 很快的会五个都同时进行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的脚步已经算快 我是没问题啊 我是不知道周县长他是希望 真的给你多少时间 周县长因为那边他已经表态了之后 反而不是像胡市长这边这么急的 像我五都的人选要很快的决定 这个工作的压力更大了 因为他市长已经表明了 对不起周县长已经表明了 他不竞选连任 所以他的压力对我来讲时间压力 还没有像大家对于高雄台南 还有这个北市啊 这要解决的问题压力那么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多鬼同时进行 OK好吧 因为毕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在想法上会不一样 认为说也许他不是有那么急迫性 但是他是现任的台北县的县长 他有他的现在的一些伙伴 他的团队 那么他一开始他也表明了他很愿意来参选 这个礼拜你看我从下礼拜开始 我礼拜三开完常会我就会南下 先到台中再到高雄再到台南县市 但是一到三之前我在台北的时候 我就会去台北县 是 我也会去台北市 因为我要整军的金武的话 一定要从这五个五都的党部 地方党部开始整军金武 所以我会开始也是跟去台中县 听当地的包括台北县 所有的政治领袖 和民意代表他们对显群的看法 以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建议 我都要去听都要去了解 对OK 秘书长讲到一点很对 就是说事实上在推派很多的人选的时候 其实在地的感觉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我们选的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 对不对 就不能说自有什么高层来做一种盘算 算计的 然后忽略了当地的选民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那个在地的感觉很重要 那你也提到说的确了 除了就是说他的民调之外 他有没有在地的观感如何也很重要的 那问题是像朱立伦副院长 如果他去选新北市的话 也不能排除空降的这个疑虑啊 那现在民进党有很多人出来的 那事实上他们也跟台北县可能没有什么渊源 所以他们就说整个新北市变成多空交战 这个空就是空降部队在这边交战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个 朱立伦先生去选这个新北市的这个位置的话 他一定要说服台北的县民是三营的局面 一是台北县民营 因为他可以给台北县民带来 这个未来建设的美景 以他这个经济的长才 可以把台北县民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期望 能够提升到他们大家都感到很满意 这是第一点要做的 第一个就他自己赢 对不对 他赢得选举嘛 第三个就是我们蓝军 这个能够维持在台北县的执政 所以他要做到三营 这是他面临的挑战 如果是他去选的话 经过这个所谓的提名办法 他出现之后 对不对 我觉得至于你讲空降的部队的话 那你像苏贞昌这个前县长 他当年也是从屏东过来的 屏东到台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倒不是你这个自己啊 能够提出很好的一个政见 或是赢得选民的支持 我觉得即使是在地人 也没有办法一定得到认同 OK好 各位观众 在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来请教 国民党的秘书长金普聪先生 五毒之战 不管对蓝对绿来说 都是这个非赢不可 但是布局如何呢 能够说服选民吗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